一份主要美国杂志《纽约客》星期五报道说 美国奥巴马政府已经与阿富汗塔利班的高层领导人进入直接秘密会谈 普利策奖获奖记者史蒂夫·科尔形容正在进行中的会谈是探索性的 还没有达到和平谈判的阶段 科尔说得到会谈情况通报的几人上周向他透露了这些信息 纽约客的这篇文章说 这些会谈是已故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使代表霍尔布鲁克最后的外交成果 文章说去年12月去世的霍尔布鲁克在有生之年看到了他关于与塔利班对话的建议被接受